好啦 同學 今天我們繼續看一看關於光學的集題 我們看一看第16條 今天就講到 鏡子前方是告示牌 告示牌就在這裡 我們根據上課的經驗 我們見到這塊鏡是無限的 我們撇除了 善儀未必看不到整塊版的可能性 除非她站到位置不適合 好了 然後我們問一下什麼 善儀透過鏡子又觀看告示版的背面 善儀站在這裡 背面就是這裡 背面就是這裡 我們看不到背面 我們就拭目以待 在圖中 繪畫告示版的鏡像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要繪畫告示版的鏡像 這是第一件事我們要做的 在圖中 繪畫告示版的鏡像 還有什麼呢? 來自告示版的光線 來自告示版的光線 或是來自這塊的光線 以表示善儀如何 透過鏡子就看到告示版的背面 好 我們第一件事我們要做什麼呢? 第一件事 畫了鏡像的四部曲 第一部曲就是畫了一個像出來 告示版在這裡 告示版你看到 距離鏡有兩大格 對嗎? 所以 咳咳咳 一格 兩格 告示版的像就會在這裡 我用一個虛線來畫出來 在這裡 然後呢 忍的一定要用虛線的 類似這樣 這個就是告示版的像 還記不記得下一部做什麼呢? 下一部呢 我們就要畫 怎樣? 在像射向 眼睛的光線 行不行 OK 這次我們這個眼睛是一個點狀的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畫一個光錐出來 直接這樣就行 在這個像中畫兩條光線下去就可以了 但是緊記一件事 不要太快手 因為畫得整條直線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清楚不到顯示出來的背部 我們是圓虛線的 好了 那就畫了 實線吧 好了 這裡就用虛線 可以嗎? 一實一虛 繼續吧 這裡去另外一邊 好了 我們就知道了 光線在物理學上 就是怎樣 在物理學上就好像 善兒看到背板 在物理學上就好像 將兩條光線向後伸延 這樣 可以嗎? 向後伸延就去到像 那裡 光線很像 僅僅的 是很像 很像在那裡 射到善兒那裡 是不是? 但是很像 實際上是嗎? 實際上不是的 實際上 光線是由告示板反彈出去的 行不行? 所以 我們就要在這裡的左邊 補回兩條光線 這條光線 是屬於告示板的上半部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 畫一條實線 好嗎? 在這裡 畫一條實線 對上去 可以嗎? 對 反彈下去 向後伸延的眼睛 好了 然後 這條光線 其實是來源自於 告示板的下方 就是這裡 是不是? 所以我們又畫一條光線 提醒大家一件事 謹記留意箭咀 以及光線反彈的位置 千萬不要搞錯 行不行? 如果你發現 這條線和這條線 如果不是對稱的話 那你就很大機會 就是畫錯了 行不行? 整個物理 其實是這樣的 到時把光線 去到鏡子那裡 就反彈了 行不行? 然後這個光線 向後追索 就會去到鏡像的位置 有沒有問題? OK 這樣的話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第A部分 我們畫了個像 這裡 搞定了 告示板的像 已經畫出來了 好了 再畫光線 也畫了 箭咀 清楚交代了 而鏡的後方 我們全部都是用虛線的 整個圖已經完成了 我們就畫完了 A部分 行不行? 好了 B 就由此 由此 就是要圖解 行不行? 何謂圖解 就是在圖裏面 分析出來 OK 那圖解是什麼呢? 哦 圖解就是說 圖解 我們呢 為什麼呢? 他就說 計算什麼呢? 阿善兒看見 整個高示板 所需鏡子 最少的距離 最少的長度 OK 行不行 那最少長度是多少? 哦 最少長度就是 走開了這個位置 紅色筆這裡 紅色筆這裡 這個位置 到大小呢 就是他最少的距離 行不行 也就是兩格 好了 一格代表20cm 兩格代表40cm 我們要計算的 所以我們呢 就要裂色出來 OK 好了 怎樣寫啊 整條色那麼多東西 我們不是寫圖解 這個話給你聽到方法 行不行 整條色的計算方法 我們就會這樣寫 從圖中 OK 從圖中 六號 最少 哎呀 不是這個小 最少長度 就等於 二乘 二十 二十 兩格 乘一格 是二十 所以就等於 四十 CM 行不行 所以呢 有二及錢呢 這裡 我們就完成了整條問題 行不行 不是很難做的 這條都是畫圖 然後呢 在圖中 找回答案出來 好了 看下一條了 MC呢 就不同大家看著 如果有時候同學呢 因為現在我們中三 我們還未教速率 雖然可能 對於 同學來說 速率這件事 可能一同學就陌生 一同學就不陌生 但凡是見到出路這些 我們就不做的 對不對 即是不做著 你喜歡有興趣就做一下 我們就不會 在中三情況來說 去解釋到速率的問題 因為我們未教速率這件事 OK 所以這個就不同大家看著了 行不行 好了 到二十條先了 二十條 左再右圖 揮劃光追 咦 看到什麼 光追了 凡是沒看到光追的話 你摸摸眼睛 嘩 是不是很大隻呢 非常大隻 眼睛 好了 表示觀察者如何 透過平面的漢記物體像 這條是有少少複雜的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 其實都是平面鏡 但是呢 如果 好像這些 那樣 你看到鏡子 在格子之上 是跟格子一起水平的 看回剛才 我們之前說過這些圖 全部都是 四平八穩的 是不是 垂直的 水平的 跟格子相對 這個也是垂直的 上面我不說 因為出了有關 你看到都是水平的 是不是 好了 但是你看到這幅圖 是打斜 你一看到打斜圖 其實呢 就會有少少 就是 不是很自在 為什麼呢 他們很少在 擺位 是打斜的 對不對 不要緊的 當你看到這幅圖 是打斜的時候 你不要被他打斜 什麼意思 把這幅圖 垂直 這樣去看 行不行 千萬千萬 不要被格子 擾亂你的視線 行不行 緊的一件事 我們講了一件事 什麼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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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鏡 就說是與鏡距離 對不對 人字是與中 對不起 與鏡 的什麼呢 不是就算距離那麼簡單 是垂直距離 對 是的 與鏡的垂直距離 記得我教大家 用過一個技巧是怎樣的 我想知道 它有垂直距離 怎樣做 善用板間斜 有些黑度 行不行 基本上 一板間斜的黑度 會跟它的平面 成90度 基本上都是 我們 將這些紅色線 拍到一塊鏡 然後向上移 向下移 你不要走位 行不行 那你就會知道 垂直距離是哪裏 就是這個距離 行不行 就不是這個距離 行不行 很多同學會搞錯了 以為垂直距離是怎樣 就是這個距離 哦 這裡兩格 再移回兩格 這樣你就大錯就錯了 行不行 不是這樣的 OK 第一件事 我們先把那個鏡 從自己 成一個垂直的狀態 OK 第二 用間斜的輔助 去適當地 找回那個垂直距離 行不行 好了 我先示範一下 比如說 我用11這條線 做一個輔助 好嗎 我拍下去 我便知道 哦 原來 我在這裏 我便知道 原來 我和我的鏡 垂直距離 就是怎樣 就是這個正方架的對角線 行不行 就是由這裏 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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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打對面 這個對角線 到這裏 到這裏 這一點 就是 箭咀頭的象 就會在這裏 我先給他 交叉 可以嗎 我先給他交叉 代表 他是戰咀頭的 那個象 OK 可以嗎 大家可能覺得 是有少少奇怪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真是慣望這個畫面 會被 正方架 擾亂了我們的視線 可以嗎 但 到下面 下面又再細心一點 用11條線 做回機準 一邊拍到這裏 這裏 已經拍好了 我先對正一點 看到了 又是 你會看到 在這裏 在這裏 1個打對角 1個對角 2個對角 3個對角 3個對角 3個半對角 可以嗎 所以0.5 然後1 2 3 即是去到這一點了 可以嗎 即是去到這一點了 又給他一個交叉 明白嗎 OK 是有少少複雜的 在這個情況來講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這件事 如果不是 我膽敢講 這個問題 我考試一定會出的 這一款的問題 OK 但是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 究竟分清楚 哪一件事 才是對角 不是對角 哪一個 才是密 和象 一定要搞清楚 好了 其實還有最後一件事 你拍回去的時候 總之 箭咀尾 用密 和箭咀尾 那個象 和鏡 即是 不是 隔尺 和鏡 是90度 基本上 你一定沒有錯 可以嗎 先不要管 看來好像很奇怪 是很奇怪 這條問題本身就是很奇怪 可以嗎 OK 接著呢 又畫直線出來 又畫虛線出來 好了 虛線 緊記了 一定用虛線來畫 就是這樣 可以嗎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可以嗎 就是這樣 我們就已經畫了一個象 出來 明白嗎 教大家多一個秘奇 你想檢查它 合不來的話 即是考試的時候 考試卷就最好了 你將一張紙對摺 OK 對摺 然後怎樣 就是這樣 就像在太陽上看的 如果你看到 兩個箭咀是重疊的 即是說 你是正確的 可以嗎 OK 好了 接著了 下一步了 我們知道了 畫鏡 兩部曲 大家都 三部曲 大家都一定 不會忘記 下一步做些什麼 就是怎樣 在這個象 畫了光線 進入眼睛 但是這個是有面積的眼睛 所以我們就要畫一個光追 OK 好了 換言之即是說 在箭咀頭那裡 畫兩條光線 進入眼睛 然後不要手快 在後面一定是要 虛視 可以嗎 好了 這裡也畫兩條光線 緊緊了吧 我又手快了 對不起 好了 紙上去 紙上去 OK 這是虛視 是虛視 來的 緊緊的是 不要手快 一手快的話 就算阿瑞 經常都會手快 但不要緊 我們有這個 萬能的什麼 改大 那就淘汰了 可以嗎 再畫過 你一定會畫錯的 OK 因為有時候 有邊跟你說 有邊性的話 真的很容易畫錯 但不要緊 不重要 你檢查卷的時候 還知道一定要檢查到 你沒有的話 你真是畫錯的 不要緊的 你拿銅箱打也好 銅箱打也好 銅箱打也好 你怎樣點進去 告訴阿傻 你知道它是虛線 就已經OK了 可以嗎 好了 箭咀頭的光線畫完了 直接在這裏 畫回光線下去 類似的樣子 可以嗎 你看到現在呢 我又示範了另外一種畫法 看到嗎 之前我們畫的時候 是怎樣的 是先畫了 橡的光線 是吧 就是這裡畫一條光追 這裡畫一條光追 是不是 現在又有另外一種方法 介紹給大家 我們畫完頭的光追之後 直接呢 就在箭咀頭上 射回兩條光線出來 可以嗎 為什麼這樣做 一定不會搞錯 怎麼會不會搞錯 就因為說 如果你畫完這個光線之後 畫了兩條光追之後 哎呀死定了 哪個是箭咀頭 哪個是箭咀尾 有機會會搞錯 可以嗎 所以這次呢 我就不分顏色筆了 因為我一定不會搞錯 是不是 那又是啦 那又是啦 千萬不要手快 千萬不要手快 這裡可以用虛線 緊記 永遠光線進入眼睛 箭咀是指著眼睛的 箭咀是指著眼睛的 OK 好了 畫完之後 這些光線是來源自於箭咀尾的 所以箭咀尾呢 我又畫出來 就是這樣 這樣 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用實線了 OK 行不行 整個圖呢 就會是 這樣 有回事了 行不行 你可以看到呢 很多線 太多線在這裏 即是有機會引起混亂 但是大家只要小心點 去觀察呢 你就會知道怎樣去畫出來 一年幾條問題 這裏 前面這裏 這裏 不好意思 這條問題 都跟大家一起 看了很多次 關於一些 畫圖的技巧 行不行 從物理學來說 畫圖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不要說物理學 其實數學 甚至是化學 我們經常都會用到畫圖 大家一定要緊的一件事 我們讀書 要讀得好的話 第一 我們要讀 要溫習 第二 溫習是有方法的 阿sir 都經常跟大家說 寄文字 可能有些同學 文字能力比較強 寄文字是很容易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 圖像處理是更加好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搞清楚畫圖 行不行 大家不要尷尬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你們在小學訓練 去到小學訓練 去到小學訓練 不習慣叫你們畫圖 因為是示藝科 畫圖仔 都喜歡去到畫 但是其實 當你去到高中 或者去到初中的時候 畫圖是一個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概念 大家千萬不要尷尬 覺得畫得噁嚇 我的畫圖都不是很特別 很漂亮 只是我的直線 真是直線 虛線真是虛線 虛線 雖然是少畫圖 沒有回去 沒有問題的 等級一定要搞清楚 畫圖怎樣去畫 行不行 其次就是第二件事 儘量把文字上面的文字 轉變成圖案 或者處理成圖像 當你看著圖像去處理的時候 就會更加更加容易去處理 去到高中的話 就更加有用 OK 所以為什麼我特地 一連五條 都跟大家講講 關於一些畫圖的概念 因為是非常之重要的 OK 行不行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完這幾段影片之後 就對物理學 光學裡面的平面鏡的成像 和畫圖的概念 就更加深刻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我們稍後再見 拜拜